我直播时装死 宠物狗竟直接站起来点了支烟 这时另一个主播和我连线 你家狗的后背上 是不是有一条缝合线 半年前忘才未救我 大点被车撞死 因此身上留下了很多疤痕 尤其是背上 从头到尾巴有条很长的刀口 但是兽医做手术时 留下来的缝合线伤口 对面的主播沉默了一会 继续发解释 说出来我自己都不信 你家狗给我托梦了 我直接一脸的难以相信 对面的主播 立刻的掏出一张纸 开始画画 那竟是我家所有的布局 后来他还说出了 我很多的隐私 正当我感到茫然的时候 我的手机突然收到一条短信 这是我的电话号码 求你下播后打给我 还有打电话时候 离狗远一点 下播后我就拨通了电话 那边立刻传来了急切的声音 你家的狗托梦告诉我 他压低了声音 一字一顿说道 现在的狗不是人 黑夜里我突然瞥见了一眼狗子 他的眼睛似乎亮了亮 我只觉得浑身发冷 脑子突然一下就不够用了 狗不是人 狗就是狗当然不是人了 现在的狗 难道还有以前的狗 这时肥胖的狗子突然跑了过来 我近乎本能地挂断了电话 摸着那柔顺的皮毛 我有些发怵 但又觉得很荒谬 因为一个陌生网友 开始怀疑自己家狗不是狗 第二天我远远看着 趴在沙发上的狗子 但生了一个可怕的想法 该不会旺财 其实是个人吧 在手术时 扒下狗皮缝在自己身上 我嘟囔着 越看望才越觉得惊悚 可是托梦的内容 为什么是现在的狗不是人呢 不知道为什么 看那张狗狗的脸 我越看越像人脸 还是张男人的脸 这个时候我才意识到 狗子的通人性 有些太超过了 简直真的像人一样 我带着忐忑的心 打开了我和望才的往期视频 装死考验狗子 结果他站起来点了根烟 望才在沙发中年大叔葛优摊 望才用手机偷拍主人 狗子偷内衣 深夜熟睡 发现狗子叼着菜刀 我越看越觉得浑身发冷 由于看得过于专注 我没有意识到什么时候了 狗子已经不知不觉站在我旁边 他扯了扯嘴角 对我露出一个极其猥琐的笑容 我尖叫一声 带着手机乔窜坟落室 这时候手机再度亮起 那个主播又发来消息了 你家狗还掉毛吗 你们狗子又给我偷梦了 怕让你摸一摸狗的皮卷一卷毛 尤其是纯何处 不能再疑神疑鬼了 为了弄清楚真相 第二天清早 我带旺财去了宠物医院 总不会有比宠物医师 更了解狗的人吧 狗子很健康啊 连个蛀牙都没 大夫摸着旺财的头 掰开嘴给我看 可您确定它是狗吧 就是这个狗 可不可能是个人穿着狗皮 大夫愣了一下 随后笑得很大声 哈哈 小姑娘 恐怖小说看多了吧 她掰着狗嘴 又捏起爪子 给我看看肉垫 你看这舌头和脚掌 怎么可能是人呢 我有些煎熬挣扎 还是不怎么放心 能拍个X光看它吗 从受医院回来后 我放心很多 所以说 X光片下午才能出来 但大夫的话 确实很有说服力 准备直播前 我脱了毛茧的指甲 既然狗子不是人的话 那么那个主播 怎么知道我这么多语思的 该不会 在我家穿了摄像头吧 我有些金具的环视四周 决定之后 找个专业人士看看 直播正常开始 我和三位主播同框 进行装死骗狗直播 直播间涌入了大量观众 哈哈 我还记得旺才上次点烟呢 好期待 旺才这次会做些什么 实话说我也很好奇 旺才到底会做出什么反应 确认镜头摆放位置后 我在地板上平躺下紧闭双眼 安静了大约五分钟 终于能听见些狗的跑动声 那声音逐渐近了 然后腿边传来一阵暖意 旺才在舔我露出的脚腕 汪汪 他叫了两声 见我没反应 开始向上扯我的裤腿 我穿的裤子很宽松 能轻松将裤子露到大腿 旺才扯了半天 直至几乎将整个腿都露出后 他开始一点一点地舔势 其间腿上好像被扎了一下 但痛感非常细微 我甚至怀疑他是不是幻觉 等到他将整个腿都舔过后 我突然有种要吐的感觉了 就算旺才只是狗 我也已经感觉不适了 两三分钟后 我感觉一只爪子搭在我的肚子上 他好像在咬我的上衣 我去 旺才要掀我的上衣 回笼子去 我从地上弹起来 整理着衣服大声喊道 我有些崩溃地拿起手机 看着混乱的弹幕 我去 四狗 这是哪位大兄弟转世 装死骗狗被迫终止 和粉丝聊了会天后我就下直播 窗户外天黑了 一看表才知道下午七点了 宠物医院应该是关门了 我有些懊恼 后知后觉发现背后满是冷汗 旺才和我肯定有一个出了问题 愣神时 我被旺才换回了现实 这两天战战兢兢的 没遛过狗它憋坏了 我带着旺才 去了家附近的公园 同时开始查 如何排查针孔摄像头 难道真是我精神出了问题 突然视线中闯了另一只狗子 它发了狂地叫着 我抬起头看见一张熟悉的脸 你怎么在这 竟然是之前给我发消息的主播 一个对我家 实则了解的陌生网友 现在出现在了我家附近 我满是江湖的脑子 突然有了些思绪 这人该不会真的是个变态吧 糟了 快跑 我拽着旺才撒腿就跑头 都不敢回 跑到中途 电话突然响起 是那个主播 我真不知道你住这 他叹了口气 小白你见过的之前 都是我妈六狗 我确实见过一只 叫小白的狗子 在核对过他妈妈的 姓名外貌后 我确认了他的身份 天已经黑了 我俩尴尬地 坐在公园长椅上 两条狗在视线范围内 分开拴着 是不是没看逢何处 我瞥了眼白记 有点心虚 那这事情确实 我决定白烂 没看我承认我脑子不好使 白记的沉默 震耳欲聋 他直指浓重的黑眼圈 和我讲了最近的遭遇 从七天前开始 他每晚睡觉 都会梦到我的狗子 他完全睡不好觉 他找的大师说 只有完成旺财的遗愿 托梦这件事才会结束 于是就出现了 前几天那件事 我们俩沉默了一阵 他看向不远处的旺财 他睡着了 我们去看看 我点头起身时 心脏秃秃地跳着 如果说现在的旺财 不是狗也不是人 那能是什么东西呢 我剥开毛发 碰到缝合处的瞬间手 开始抖 灯光下那条缝合处 十分正常 当时的伤痕 已经变成肉色的增生疤痕 我转而去摸狗的其他步 手一寸一寸地摸着 我突然瞪大了眼 不止一条缝合线 腿脖子上好多地方都有 这不合理呀 就算是经历了车祸 也不用开这么多处刀 缝合这么多地方吧 他太胖了 都藏进肉里了 不仔细摸 根本摸不到 主播沿着我摸过的地方摸了摸 然后他抬起头 看我开始打字 这缝合现象不像不娃娃 我笑得汗毛都立起来了 什么意思 他发来一串省略号 我的手摸像旺财的胸口 轻轻按压 手感好奇怪沙沙的 他摸了摸捏起狗背上一层皮 我也有样学样 可是被吓了一大跳 那狗皮好像跟肉没有连接 中间浮着一层空气 车祸重伤活下来的小狗 我都当活祖宗养 那个主播表情凝重 指了指背上那条最长的缝合线疤痕 我深吸一口气 小心地观察起来 就是一条增生疤痕啊 我吞口口水 几乎要把眼睛贴在上面 看清楚的瞬间 鸡皮疙瘩爬满全身 疤痕是假的 是缝出来的 是用肉色胶状的细线缝的 稍微有点融在一起 谁能缝出这种线 为什么要这么做 主播翻出钥匙串 将上面的指甲刀递给我 要挑开看一看吧 我接过指甲刀连吞了好几口口水 对准缝合处的一条细线 轻轻地挑着 这条狗到底是什么东西 我平住呼吸 心脏狂跳 用手捏着指甲刀 用刀刃处小心地磨着细线 旺材睡得正香 甚至打起了呼呼 伴随着手中的动作 那条细线断了 那条缝合线扒痕 从断裂处缓慢舒展开 窝口处露出了干瘦的枯黑躯干 那是一节脊骨 油亮的皮肤紧贴着 随着呼吸又节奏地起伏着 这到底是什么东西 舌头 嘴和爪子 都是狗的举止又像人 露出这一块 像是人的皮肤几倍 背后是极其精巧的缝线 这种精细度和密度 不太可能是受以缝的 巨大的恐惧 瞬间占据了我们两个 我们根本不知道 这究竟是什么生物 主播突然问了我一个问题 他平时掉毛吗 我摇摇头 不掉那么大的胖狗 基本没掉过 按理说到了夏季 应该会疯狂掉毛 我回想着 表情有些复杂 他的毛就像是 钉在毛孔里了 一点不掉 我一直以为是体质问题 主播突然回过 脸色又轻又绿 你有没有发现 一件奇怪的事 旺材是一只很肥的拉布拉多 但是我们当时掀开 背上的皮里面的东西 十分枯瘦 那么外皮和怪物中间 到底是被什么填充的呢 我的脑子嗡的一声 瞬间头皮发麻 打个冷哆嗦 主播继续分析 扯开皮时 我们没看到那个东西 很可能这个物质是个动的 你想想平时摸旺材时 究竟是怎样的手感 回想起那个感觉 我觉得鸡皮疙瘩 他瞬间爬了一手臂 那个感觉好像一粒一粒的 就好像是很多 小东西拼凑在一起一样 但那些东西 为什么现在又不在 旺材的身体里 谜团开始越来越多 第二天起床后 我先去宠物医院 取了个X光片 然后那个主播 说是找了一个 很厉害的大师 要我去找大师看看 没想到是大师一听说 我的经历 脸色瞬间变得十分的难看 他主托我 千万不能经到旺材 甚至我还要回去 和他正常相处 直到我搞清楚 他的目的 他的来处 才能知道如何解决 在说完这些话后 大师突然死死盯着我说道 你今天是不是 没看过自己的腿 我一头雾水地 撸了下裤腿 然后就说不出话了 怎么回事 我的两条腿上 长满了细密的汗毛 那汗毛非常柔软纤细 甚至不像汗毛 更像是狗毛 大师突然神秘地笑道 你一直在想 是不是狗皮里藏了个人 却全然没想过 另一种可能 我皱了皱眉 你这是什么意思 有没有这种可能 是人皮里藏了一只狗 人皮 什么人皮 我感到很疑惑 大师事与我看了看腿 我终于懂了他们的意思 我立刻取出了X光片 这一看我 差点当场吐出来 我之前摸到的那种颗粒的物质 没想到 竟然是这种东西 下集中的颗粒 neither 我们下集中去 我们下集中的颗粒 我成立马 我会见不知的颗粒 我们下集中的颗粒